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父马 您回来了 这是殿下特意嘱咐给您备的 殿下还没睡呢 他说您今日辛苦了 等你回来呢 你们也不劝着点 这日后 不能再让他这么任性下去了 身体会垮的 我们这怎么劝啊 要不父马您自个儿劝劝呗 也是 那我自己去劝吧 那我自己去劝吧 我忽然发现 无论是从前还是现在 我所期盼着的 留恋着的 向往着的 所谓家的感觉 其实就是这一刻 疲惫了回家 有个等自己的人 容容 回来了 可算回来了 你以后别等我了 还不是怕你又生气 我帮你把枕头放下去 你以后 来 头 你以后 要不能别老看见孙荣卿 就生气 你一面说 让我跟他试一试 你没有生气 我太难做了 那就不是了 你也没 benefits 你一看 刘昌卿 冷静点 裴文轩啊裴文轩 从前苏裕卿 不可能真正拥有理由 那是因为他身世低危 他的身体残缺 也是因为他跟李荣之间的血海深处 他们俩顶多是在黑夜里相互依偎 而李荣 永远都是我裴温轩的棋子 可如今不一样吧 如今的苏荣卿 占尽了优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